今天论坛的第一个场次即将要开始 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场次的主题 是要跟大家来聊聊 公司协力合作的这些食物经验 以及跟韩国的这个食物上面的交流 那在这个场次当中 即将会有三位台湾的讲者 来跟大家做分享 包括了这个大凡工程顾问 有限公司的李嘉志老师 还有这个台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吴茂城执行长 还有野桥国际旅行社的杨志明总经理 那另外呢 在我们的线上还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韩国冀州偶来基金会的 徐明淑理事长来跟我们线上进行交流 在我们开始这个场次之前呢 要提醒各位麻烦大家翻到你的手册的这个封底的位置 这里呢 有三个QR Code 中间的这个QR Code呢 是希望大家如果在论坛的进行当中 不管是我们来自韩国的这个伙伴 还是台湾的专家在分享的过程当中 如果你有任何的这个提问呢 麻烦大家先扫QR Code 然后呢 可以把你的问题能够先上传到网路上 那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进行会证 那翻译 让我们的这个韩国的讲者能够了解 那希望呢 能够给大家更充裕的时间 可以进行交流以及对谈 那大家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跟我们千里步道的这个伙伴来询问 大家现场看到了穿红色衣服的 千里步道伙伴是不是跟大家挥挥手好吗 红色衣服千里步道的伙伴 都可以帮大家来解决问题 就是他们也是今天最辛苦的 来我们先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了 好 这个场次呢 我们要来邀请我们第一场次的这个主持人 也是台南艺术大学的这个教授 也是我们前国发会的这个副主委 曾旭正老师 我们掌声欢迎邓老师 谢谢主持人 还有我们各位关心步道 喜欢走路的各位朋友 大家早安 好我们这一段呢 这一段是要谈公私协力 从刚刚前面提到说将近20年的时间来倡议跟推动这个 这个国家的步道 那这个事情呢 你看你可以看从刚刚那个局长的简报 大概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公部门也已经花了很多心力来规划他 那也实时在推动他 那不过整个事情又因为最早期的民间的倡议 那不断的不断的去争取 然后去宣量 那终于大概会纳入到政策里面 那他是有实践的机会 我把它拿下 然后到了真正开始在做的时候 又一步一步的又会碰到 比如说公私之间又怎么样来把它做好 比如说设计 那比如说维护 那甚至在这个过程中 很多操作上面的创意也很重要 所以我觉得在整个这样一个事前推动里面 公私协力是一个很值得关注跟探讨的 那过去个人 在从地方然后到学术界 然后在社会的领域里面这样活动这么久 我一直也觉得这个公私协力 才是我们把事情做好的一个很基本的条件 那为什么是把它做好呢 因为有些类的事情 如果单方面是只从公部门去提出 那往往会因着人 因着政权的更迭 他就不见了 那如果单纯只是民间单方面的去诉求 那又缺乏资源又做不出来 那所以呢 一定要两者都必须要兼具 那但是呢 我觉得民间的倡议跟坚持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觉得台湾要成为一个成熟 一个善良的一个社会 应该要更多更多的NGO NPO 因为呢 他们往往他们对价值观的坚持 对行动的延续 都会比政府部门坚持得久 比如说刚刚刚看到20年前提倡 那刚刚那个局长讲到说 中间有一段陈疾 各位想一想为什么会陈疾 可能民间还是不断地在倡议 还是在推各种的行动 可是那个时候的执政的单位 可能就对这个事情不重视 就没办法合作了 所以我想这个公司协力非常重要 那现在开始走到那个实践的阶段呢 更需要更多类的协力 包括比如说待会各位看得到 有设计的部分 设计的部分 然后也有这个 甚至已经开始跟产业结合 如何透过产业来把这样的事情 可以推得更广更深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段落里面 我们安排了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会有韩国的案例的介绍 那这个徐理事呢 他基本上几年前也来过台湾 也介绍了他们在韩国的经验 但是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 他就只能够透过这个网络连线 所以他是韩国冀州 偶来基金会的理事长 那是他的故乡 几年前有听了他讲他的亲身的经验 那今天他应该我们会透过一个影片 也让各位了解 他们在这个冀州这边做的事情是怎么样 那后面也会开放一点时间 就直接跟他做QA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那个时间 那后面呢 我们就安排三位的台湾这边的 行动的一些经验的分享 包括李嘉智先生 他是工程顾问公司 在负责这整个 这个相关步道的规划设计 然后相关的这个前端的实作部分 然后第二部分是贸臣老师 他来分享他们作为一个地方团体 怎么坚持的一个想法 那已经坚持了十多年 那现在整个上海郡的 这个这条整个的游城 那整个这个推动的行动 已经越来越看到的雏形 他也来看到成果 然后第三部分是野桥 国际旅行社的杨总经理 他来跟各位分享 他们就以这个上海郡这个为例 他们把它连接上旅游 那也已经出了十几团 也都非常的成功 所以我们就从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得到 这个公司协力 然后在不同的角度 都有可以投入的地方 那也才能够来成就他这样子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 先进行第一段 就是由徐明淑理事长 他跟我们分享 步道与济州岛的连结 他们特别是以 非盈利组织的方式来 营运他 那在这个过程中 他们怎么跟政府机关 有一个合作的一个经验 就是这样子 我本身是非常感兴趣和感兴趣 我感兴趣和感兴趣 我感兴趣 我是在东西的中原来的最男的最男人 在那些地方,是我的美景, 是一般的最南端的街上, 在这种行列的街上, 在这种行列的街上, 在街上的街上, 在日子上的街上, 在这种行列的街上, 这种名书是六十年代的后半 由于五的疾病和悲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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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悲 就是这样的浅移情期间的双代的广告 那我们想说这在印尊家后中留在了俩年想上大学 最新青年期的时候最大的广告的广告 既然也在英老的大师野典和海广告经历地上 但那在这两年以上的山尸与处在山中 与相当上最上海上最山的西级大海的大海 海外무산世界最高的生物 ,海外患寺度和存在第365个 海外的下沖 ำ偿山大海岸及海外寺的地方 海外ř帝采集中制整理 광 göre 海外 оказ不可限的 海外宣言中的多 Cl质俱的海外文化 中所规及洪水風观天然相互 僕沒有想到這個山上存在這裡 我沒有想到很漂亮的地方 我能夠快到一個州東,一個州 在大阪 城市 潭上,真正的國家 我真的想到很漂亮的項目 我們都在中國中,大平時去的課程 我去到大陪了那些公司 我接着了很多的计划 我将在毕竟成为一堂做工程中 我将在毕竟成为一堂的计划 我将在毕竟成为了计划 在睡觉上隐纳电的时刻 我只是以后来有缓晓轮上步 我也会过了 我太过自作人的片拓展 cannot的 但我仍然不开心 感受不足 就就變得更多 就更多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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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森子 在 上 有 了 曾 生 生 dwell 我们有个比较多小组 我又被比较美丽地选择 我旅行即可的作证 野俘 news 情期观似是 我的美丽的续年 我再去迺谈 我的感觉 接著在長野測試的時候,只會很新的 zam theatre置得了很多期待呢 也有既有的 dad說 所以剛才找過你们我的客戶 幟過大聽說 在台灣大小種 米超貴的鄉村亂的城 所以就是 我们去上台水平的约往来 在哪有陆的海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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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我们被沙特赎茜 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所以我们在海岸的海岸的海岸的海岸 所以我们现在要用了词文字的海岸 薄을 내는 사람이 되어야 되겠다 시작 때 저희 이건 조크입니다마는 저희 어머니는 저를 미친여자라고 했죠 무슨 다 지금 빠른 관광시대에요 누가 느리게 걸어서 그런 스투피드한 어리석은 관광 을 하겠냐 효과적으로 많이 다녀야 되는 게 관광인데 그런데 저는 관광이 아니라 여행을 생각한 거고 旅行 medical world 所以аю慌慌到緩起遙前之 remed 所以我是因為有這麼 feel 所以枉植 萍生, Mam媽 版 進度 以後啥可卻乱做出ário 所以也會太有膽子 因為我向一個改變 而是很想念我 那麼 higher 我愛相 cred 那麼多很多uche 但那一機一點 如果佢基地 这些是比较高贵的, 比较多高贵的, 比较高贵的, 我认为是比较高贵的, 我认为是比较高贵的, 我们是比较高贵的, 因为真的在这里, 因为遗憾的, 就是遗憾的, 就是我们的观光地发展, 一样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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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地方的地方, 这些地方, 这些地方的, 这些地方的地区, 所以,那些人在在北京的地方, 看起來, 新的再發展, 也有感到的心情 所以,我從北京到北京到北京, 讓我去做的地方, 我想要做的地方, 讓我去做的地方, 我想要做的地方 所有需要的那些 需要有多的努力和时间 有些渠道 使用的,努力和 bol情 一些多的路途 要走到哪路面 都要追查 《天洞的路途》 《天洞的路途》 《地域途》 《天洞》 《天洞的路途》 这些人都在拖探了一段时间, 就在车上的地方, 就更有意义的地方去递越了。 这些设计的方式, 非常多的时间和努力需要的。 努力需要的。 这些人的投入前的努力, 民间的努力, 我们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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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ourية Nineveh那些人Fans Ramison I donde across the earth asahahah late им 那些人Fans con Haben 有些人 user t piramid 哦 从就上去 前了 我不能去 有些人 有些人 跟持人们的那支 economics, 那些水灭的用度 第二步 空白禁止 那些水灭的用度 经历过去两层的 那些水灭的温度 那些水灭都不存在 那些水灭的用度 那些水灭的那些水灭的用度 那些水灭的沙漫 而且第二步 那些水灭的灭 那些水灭的用度 呢 会不会使用 我手指的用度 那些水灭绸 所謂 sonica,脂肉和整體型的物質感 還在炫耗 在草培 Torres培耗變成顧黨過時裏在其他這個地區 去把股料沒有和我的零 或者彆動的土壘 以arius 체험P 它是長工aj keynote garden方的公司 從香港agog營工雄 虛擬工堤的國家 大部分的大量 érienne, Whoever會覺得我參加, 所以叫 令人多於幅內 都會才會深入 است積極多大幅 互相愛 自豪地的優 Ultrem 寶寶寶寶寶ią 倫山Bele 小蟹 ki 區前 其他 durante 有些 也就是到了 有些小一些小型的�도 另外我们的家庭和相伴都有 随时甚至在時期中受阻亲的 人们最年老 最小了 我也有时最高的 特战争的区域,所以我们会的计划 기를 Bandera的门称 特战争的区域,海峩区域 我们连接425km的区域 最大约的区域 習慣了,这直至ドジہ五年四月份 都在修行鸭上 而是很暗的一年 每天一年百万人以上才能攀毀 由各地下广电视,传播放 及电视连接机会 所以就像这样地上 我們在行政中的地方 非常有的, 人們會有很多人來看 因為我們在行政中的地方 很漂亮 很漂亮的地方 行政中的地方 要有的地方 會有的地方 人們會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們在行政中的地方 我們在小小街上過了一間的地方 我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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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有已有15-20km的一步 那些小孩也在那天上要出席 所以,有一些小小的地方 那些小的食堂 那些的住宅 那些的洗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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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个洗礦 那些洗礦 这些事 和股市交易有问题 和股市内 和股市交易有关系 和客户人的任务 和股市交易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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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期待中,那些人的改革的事件 那些是2007年代的改革 那些事件上的改革 在2010年代的改革 在生命中的改革 和助理了 这些计划的公共资金 在公共资金的改革 非常有关货的货金 在那些地方的监货 和其他人的监货 广告外来的是我们可以去找一个名字的 广告字的小广告 有些小的小小的地方 但是在那些老人的銀行 等的銀行商市 全球的銀行 falan不及到 這些事情發生的 公司現在凡情和 零件很重要的 所以,現在沉迷了 這麼多的 就是那些人小事 像有些人開始 身邊有這樣的 不好的原因不像,不但 시간이遥远 자연스럽게 我在社交工程中 tweet 那裡etty羅李톡 생겨났어요 우리는 코스를 개발하고 содерж 않고 笛 милли원ATION 그 길의 리본을 끊임없이 한 달에 두어 번 바람이 바뀌고 햇빛의 그 리본을 갈아주는 그리고 모니터링 그 코스에 무슨 일이 일어났나요 새로운 어떤 일이 벌어지지 않았나요 새로 건물이 들어서는 건 없나 도로를 공사하는 건 없나 이런 걸 끊임없이 모니터링 해 주는 그런 那些人的社会,社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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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懂那些人生了一人就被 refuse登録 像是有同年的工夫, 那些人就差資料 那些人has κ政也 Space 杉vi是基金的居所 保险委員会 Page 然后来 members They also had很多人來說說, 你的人方會需要有這個インフォーマンシーゼータ 那些人去建築等 他們的存在精神功提供學者 還有出品的чики 輪到人口的網友 還有很多檔檬雇用 自己的資源 資本人在投資中 再出力提供的生活 新地域的意义 我可以在作用 每一些各种、各种等种 在各种各種公共种各種公司 在 америк的各种各種公司 在各種公共的公司 在各种公共組合的公共存 在副公共的公共公民 在各种公共的公共共有公共的公 MoA 那就是逆を向上離開那些 保障系統操作的 比例を育てた人が多くなってしまう 農民との人たちの人たちが届くために 這些地球上から増設された 台中の都市の高層が採用された 里面建计倫ts,活动的人,可以看到!.. 比如说,你会在海洋飞行的人, 也会有一些人, 也会在海洋飞行的人, 人们都会在海洋飞行的人 有很多土地的物件 但是,我们只要是 平均人生活者, 在海洋飞行的人, 在海洋飞行的人, 我们就去死了, 这就是制装的 都在大家版本部谢谢 有一个工程 artık 取得的工程 有一个工程的工程 有一个工程的工程 令人 greetings 有一个工程的工程 有一个工程的工程 有一个工程来做的工程 在这些工程里的工程里 一些工程里 通过的工程 有一个工程里的工程里 都要做出电话 那些是Clean K Rin O L E 。 那些是力量的,附近地所的就是把酒屋里面的 我首先提示一下, 在澳大利桥去的雪梨日上, 甚至是安排街的朋友们 也有多留意他们在这些庭場里 我們是在娣州的教育裡非常好地做的 除非女性的行長是威風的 所以說姨妹是相親自住的家人 然後室會在不少 很多人去找到 所以我們自己提出了 這家人的建立 這家人的秘密 在股部長的股部的股部長 都會生長到股部長 股部長的股部長 股部長的股部長 股部長是有了 股部長的股部長 股部長也股部長 股部長也股部長 但又在家中有關重測度的分別 是有同期,也有同胖在外體, 各自一度做, 相 Bak, diffé, 交到更多,最靈魂, λ、奴ande等ас上 但和薇包合加起來, 並且在外面前身上亦可以要適 NO 就是好 所以 其实 各还政府 所以 ED 与 他們 有 大的 大 很 很 很 OR 羊 是 在这些地方... 他就在这个地方 他们交到不准的 我很感动的专程 这些地方 以为我们的政府 那些人有任何家传统的 这些人有任何家传统的 他们也有任何家传统的 像是用的 例如有任何的人 那些人有任何人的 这些地方 非常 非常非常持有力的经济大 Saya变成了一种獨立的社会 的自然性化制度和自由的社会 而是外交的社会和作戶狱的社会 那是以社会的社会和人民所欧基礎 就可以看比 families久,Kand dorms,地震,食宿 街,地人 主 провод你們都這樣說 大家是整個外ência人用的位置 那麼我們都會在這出的那長期 我們已經經歷著過小混淆 dad 著多種 dem道具備體 Bin ling的 ihr事從來 我就喜歡我們希望 社群人的支持也会看到 發展到特許公司的社群眾所的社群人 或计划或计划计划的地方 茶 초콜릿을 하는 그런 카페를 도왔는데 지금 굉장히 명소가 되고 있죠 그 다음에 여긴 추자 아주 제주도에서 또 떨어진 섬이 하나 있어요 제주도 본섬에서 또 떨어진 아주 정말 외딴 섬인데 꽤 큰 이 섬에서 나는 해산물을 갖고 도시락 직거래할 수 있도록 你的 資質投進行 challenges 街頭顧客ent數字去AMON까요 他們有時代 최근的 salud самых像 這個特區公開的名名所 特區每個特區区一件填的特區 當時現在都遺 ano 或计划或计划 或计划或计划或计划 或计划或计划或计划 现在的街道和面移动 所以,街道的街道 观光的选择和 各种居住的街道 那些事情,我们的一切都要有点点 我们就是在军事件中的军事件 我们的军事件是 我们的军事件是有没有到的 就是有军事件的军事件 我们的军事件 我们的军事件 我们的军事件就是 美国的北部的北部的或者中南部的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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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 Baş華大附近多的原來 大附近的小学歷史,當天文的那些東北部的,也有很多 天文的小學, 那些一些西洋之類的著重新的文化和其他生於是科學的 西洋的特殊的食物品,所以 這些中國的東西 我认为,我认为了选择。 去选择过的事情,我认为了其他地方。 所以,我认为,在美国前的节目中, 私人生日以后,我认为,在美国前的节目中, 在美国前的节目中,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在美国前的节目中,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有很多要求的。 但是,我们认为,在美国前的节目中, 所以在新闻上在新闻上已经有名字的景色 所以在新闻上的大街上叫做了 所以我们在新闻前年三个月中的新闻 正前十分钟就在三个月中 那些地方每天都一 都不重要的大方的官方 有的歧视 space 大方的一名 去共有的 的韩普洋館 那上的一名 都是 commissioned 3人 搶 которая こ identified百名 1分 Nej 跟省 vídeo 然後 這個的三位菜を 地 ries rehearsal 吃了非常 地上に т.к. 我只是在家人和朋友之間,在家人之間的一切都在一起, 我們在大學的樂趣旅行,非常有興奮的樂趣。 最後,我會說, 我感覺一下民和國人的背景,格和民族的選擇和平衡 我相信 我们是两个人的经验 是我的经验 我跟台湾策略记的关系 来跟长安安的提供 提供的提供 我有关职业的企业 我推 ti的企业 遥企业力的企业 尊业能有爱征业的企业 民政은 아까 말씀드렸듯이 공유지 사유지에 대한 문제랄지 제도적인 문제랄지 너무 무분별한 어떤 저희들 쓰레기는 줄을 수 있어도 그 어떤 무분별한 그 길에서 일어나는 엄청난 개발에 대한 그런 유혹들 개발에 대한 그 욕망들을 적절하게 통제하고 제도로서 일정 부분도 묶어놓고 이런 부분은 행정이 아니라 할 수 없는 거거든요 그런 거를 행정에서 하고 이런 식으로 서로 역할을 맡아서 해나가고 있는데 대만의 경우도 제가 철깃기를 두 번이나 갔었는데 너무 자연이 아름답게 도전되어 있고 참 정말 그 트레일을 내는 사람들에 그 열정이 되게 느껴졌었어요 정말 열심히 길을 이렇게 찾았구나 하는 생각이 들었는데 좀 아쉬운 점이 있다면 마을하고까지 좀 연계돼서 조금 더 이렇게 산하고 이런 숨만 걷고서 바로 나가버리는 게 아니라 그 근처 마을에 들려서 자연에 이어지는 그 근처 그 인근의 마을의 역사와 영화도 좀 체험을 하고 실제 그 마을에도 좀 도움이 되고 또 사람들도 또 어떤 편의를 제공받고 또 일어났으면 참 좋겠다는 생각이 들었는데 이 부분은 행정에서 우리 할망 숙소나 안내소이나 화장실이나 이런 걸 제공했던 경험을 많이 활용을 해주셨으면 좋겠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지금 내가 보이나 그쪽에서 네 보입니다 네 보입니다 네 보입니다 아 안녕하십니까 네 안녕하세요 네 안녕하세요 정말 반갑습니다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아 네 저도 보고 싶습니다 아 맹기씨 잘 지냈어요 네 감사합니다 네 감사합니다 감사합니다 아 네 굉장히 사랑이 많은 것 같네요 네 거기 그쪽에 사랑이 많이 있습니다 한 50, 80명 정도 있습니다 네 진짜 놀랐어요 요즘 같을 때 사랑 많네 네 지금 맹기씨도 그 현장에 있는 거예요 아니면 다른데 있는 거예요 아 저 다른데 있습니다 현장에 없습니다 아 네 네 네 현장에 제가 지금 연결돼 있나요 네 저 지금 연결 그쪽에 연결하고 있는 것 같습니다 잠시만 제가 바로 물어보겠습니다 네 네 그 salute thesis 예 네 네 이거 지금 뭐여 네 너무 이제 pixel doo 네 네 wise Miles 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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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她分享的經驗,以及對台灣的鼓勵 然後我們現場應該有一些問題 詳細一步請教許女士 請問一下嗎 對,現在有請問一下 對,現在的現場有關的關鍵者 對,現在的關鍵者有關鍵者 對,現在的關鍵者有關鍵者 先問一下,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 對,台灣的關鍵者 對,台灣的關鍵者 聽說說說話很感謝 台湾的風景也很適合 那裡吃的好吃的食物也很適合 真的很適合 他那個在趁我們Q&A之前 那理事長想針對 想先跟我們台灣的觀眾打個招呼 那也要想跟千里富道的夥伴們 就是打個招呼 那他以前來過千里富道 那他真的很懷念千里富道路上的風景 以及台灣的一些 讓他就是難以忘懷的一些小吃 那這邊很高興可以跟大家見面 我們也很歡迎他能夠在整個時間來台灣 他如果還有機會他一定會再來台灣 是歡迎歡迎 好那是不是您跟他說明一下 剛剛有問的幾個問題 那一個一個回答好了 可以嗎 首先 剛才提到的問題 你先答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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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答應一下 我们的街道上就是在山上过来到的地方 我们的街道里面都在街道上 所以我们的街道里面都在街道上 这边就像街道的街道 我们的街道 这个街道 我们的街道是在街道上 而且我们的街道有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一起去街道 我们的街道路里面都在街道上 在街道上的时候 在街道里面都在街道上 所以我们的街道里面都在街道上 我们的街道上 市长讲一下私人土地的部分 因为在季州我来的路很多都要经过私人土地 那因为私人土地他们就是每一个都要去协商 因为那个地方不管是路线的经过 是规划很多都要经过 都经过私人土地 那如果说没有达成协商的话 这条路季州我来的路道是根本不可能开发完成的 那就是他觉得在私人土地方面 最困难的地方 因为我在想再补充一下私人土地的部分就是 因为一般的民众对于 步道要经过自己的他们都会有这样的领域 因为今天如果说 会来一条步道 那所以就会冷藏 那一般民众会觉得说在把握他们原本的遮措 那所以他们都在心理上还是在行动上 都是非常重要 那现在发现了新的问题 那这个工部门合作这部分 我现在马上请理事长 再帮我们回答 那请稍等我一下我反应一下 理事长 理事长 如果您听到来的会有点 是的 剛才说话的人所提前的 有问题 但是 但是 坚募 WILLIAMS 公众 民众 但不法 公众 所做的 最新的部分 是什么 工程中将 局努力的关键 公众跟 NGO 市民的消耗 他们 各自然的 所以主要和重点,重点分析 我们是届人的方向感动了 我们的工程都很高兴 而且我们要保持安全 予我们的游戏 我们需要大家的游戏 或者这些小型的机器 这是我们的手上 非常美麗的路上 公務員們早就快去工程中 早就快去工程中 這種視線差異 最初非常有了 在工部門合作的過程 理事長認為是 每個人看待事情的角度 因為像以季州來的角度 季州來的目的是要打造一條 可以結合人文生態 可以結合環境生態的一條步道 但是以工部門的角度 第一個就是要安全 因為會有很多遊客進行 第一個是安全 這是第一個差一點 第二個差一點是 因為我們季州來步道 也都是以手作步道為主 所以在手作步道過程中 過程會相當的緩慢 那 這也是季州來一直維持的中值 但是工部門的部分 就會希望說快點 用最快的方式把這個事情 立刻解決掉 所以這是在跟工部門合作的出席中 最困難的兩個問題 在前面的一圈 每次都在雨上 每次都在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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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運作的運作 更多了解決 那些運作的運作 難道失敗的內容 因為在大概開始了四五年 那因為 一開始他其實花了 紀州偶來花了很多時間 跟公務部門磨合 那等到紀州偶來 這個手作步道的部分完成之後 那公務員他們 公務部門的人員自己去 走紀州偶來步道的時候 他們才慢慢的了解到原來 紀州偶來的宗旨 跟手作步道的目的 那紀州偶來同時也慢慢的了解 公務部門的想法 那 現在大家算是某種程度上 已經達成了一種目的 大概是這個情況 好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是不是可以就第二、第三、 第四個問題 有沒有請那個許女士很簡要的 也回答一下 這樣 對 實際上, 提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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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會已經 很大幫助了 正確從事件中 我現在 現在 提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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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选择要去做事的事 是 是 公務員之间有点有些人 也有很多 一些問題 也有很多 很多 一些人 問題是 一分 是 有一分 例如 要 大 在 这些人 三年 如果是2004年 지나 再選擇,選擇的原因, 就是某些人的重要性 但是某些人的重要性 特別不重要 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在這方面 下集的問題不就是 新的社區就是要裏面項目的 這個應該是自己的機構 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自己的勞工行跟他所需要 那是路面部份 領導想要下 他認為在新城公務員的部份 他認為公務員也是很熱情 但是問題是在多位者 每個人的想法都不一樣 有的高位者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有未來的東西 但是也有的一部分的高位者會說 這部分跟自己 他認為沒有什麼未來 這個字面是很難去改變 所以他認為這是 未來就是要問出調查第一吧 那這個問題我現在馬上 我現在已經開始了 還有一部分的問題 還有一部分的問題 我現在的問題是 我先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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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不愉沒有老港屬歷盪擾到 utiliser民國的話 隱私房所料理短暫營屬門駐手房ội 針對所有的民宿旅館都有相關的法律 所以第一個問題是 都都是合法珍惜的 但是只是說在那個 在那個 因為村莊裡面的奶奶們年紀都很大 他們不瞭解這一塊 那 所以去幫他們合法珍惜是由 寄宿來賓徒們一起幫他去添付這些奶奶 所以村莊裡面的阿婆民宿都是合法的 那我要搞的一位考慮了 但是,先生有所謂的問題 現在要有一個人物不分辭在算是 他們像是有一個人物的 我想一下 谢谢 처음에 처음 저희들도 많은 사람들도 浮고 浮고 그래요 처음에 저희들이 처음부터 많이 오지 않아요 근데 처음에 오는 사람들이 그걸 요즘은 SNS 많이 많잖아요 처음에 저희들도 귀를 내고 난 다음에 第一次刊登了女性的男女人就在其他表面前往的男女人就走了 他在那里一短我用歌,非常好 這麼做得上的男人就讓人看看 看我看人一見了一樣東西 這些人有自然的,沒有在那裡 千萬別人,走人一 눈過 就那ugs得很 key 就是 Jap欣 poor有 relief 非常高興影響 國休tал 贁 wie傻甲校 見面很期待 既然不在一起 這個 queen its民族得 政治eme嚇 mobil 自分別 一直都有 weilgam他們不在�몉 那正在第三個問題 其實一開始 大在一般人或者是大眾去 在走季州我來輔道的時候 其實也是用一般的觀光的心態 一般旅遊的心態去走季州我來輔道 但是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這些 親自我來輔道 真的跟一個其他觀光 完全不一樣 對於我們之前社交軟體都很發達 那這些 這些 我來輔道 這些社交軟體 把季州我來的狀況 跟整個公司自動自發的去散發 那個在網路上做散發 那 從此開始 來季州我來輔道人 對季州我來輔道的想法或者習慣 有很大的改變 所以他們不把季州我來的這個觀光景點 而是當作是一個可以真正去 品味悟道 品味生活 自己 心態的一個 一個 想法 所以大概季州我來 以季州我來的季州我來換是這樣子 是的 所以 我們 我們 是 這尊重的 抵 Dutch 成功的 是 在剛才 甚麼 以前 作為 作為 如果 為什麼 有 作為 我 我认为是有些人生成的地方 我认为大家有些人生成的这个地方 是 是 我们和我们的领域的同僚我们设计 我们的同僚们的问题 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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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 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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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中间 在我们的中间 我们的中间 那种东西 才能先承订 那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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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벌써 7,80年 전부터 유럽에서는 미국에서 4,50年 전 그런데 우리는 그동안 등산은 다녔지만 이렇게 자연스럽게 모든 걸 연결해서 걷는 트레일의 문화는 아시아는 좀 늦어졌어요 아직은 시작 단계 그래서 시작하는 나라들끼리 아시아 나라들끼리 먼저 교류하고 먼저 서로 경험을 주고받고 이러는 게 필요하다고 생각했던 거죠 Actually 這個亞洲步道聯盟想法 並不是由我們理事長提出的 是一開始 是由 floral지 ع Corяi 步道的所有的關係人 大家一起 构想這個聯盟 所以最後才有這個亞洲步道聯盟 為什麼會有這個構想 其實以全世界來看 歐美的步道文化 是已經 780年uffg 甚至接近百年 但是相反 在亞洲來說 所有的亞洲國家 亞洲人 是沒有步道文化這個根基在的 所以在季州 我來步道的所有相關人的關係人裡面 他們認為 在跟我們跟世界的步道接軌之前 在我們亞洲是不是要先創立自己的步道文化 是不是要創立一個 一個類似像亞洲步道聯盟 大家先共同 用LangWalk共同去 打造一個亞洲的步道 所以才會有這個亞洲步道聯盟的產生 那請問是不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還有是不是 好 非常謝謝許女士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許女士充滿了熱情 也很高興在這樣疫情之中也都還 身體相當的健康 我們很歡迎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看到 也請許女士有機會來台灣 再跟大家一起來走步道 我們是不是在現場大家揮手 謝謝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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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謝 跟那麽言語改善 跟那麽言語改善 請問一下現場還有問題嗎還是 沒有啦 我們大概就到這邊 好 非常謝謝 謝謝你跟謝謝許理事 以上 你 韓君 關鍵들이 都聽到了 以上 以上 你的發表 所以 拍手 拍手 然後 現在 現場 以上 其他人的訪問 一旦 여기까지 完成了 好 謝謝 謝謝 好 那你們就可以 先斷線了 謝謝 我想未來的 時代大概我們越來越需要 適應這樣子的 透過網路連線 然後大家交流一些想法 不過我相信應該 所以技術會越來越進步了 好 那接下來我們有 三個段落的分享 那第一個是我們請到 大凡工程顧問公司的 李嘉志老師 來跟各位分享 在公私協力的 這個過程中 專業設計者的角色 那我們現在熱烈歡迎他 謝謝 好 謝謝這一節的主持人 曾老師 然後 也謝謝各位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跟大家分享這一節的 這個公私協力平台 專業設計者的角色 不過我還是要首先 還是要更感謝客鄉老師 因為他退稿了三次 才讓我覺得我的心靈 有受到一點點安慰 因為我從退稿以後到現在 心裡一直過意不去 那原本聖心說 我只要寫三百個字就好 我想說要 他竟然要五毛 我就給他一塊 因此我寫了一個五百多字的心得給他 他就退回來給我 那我心裡就一直跟跟一回 第二次我好不容易兩三天後 生出了一個兩百五十個字 我想說這樣子過去 他說勉強可以 可能也因為不像我是客鄉老師 隨隨便便就可以寫出三萬字的一本書 趁這個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 政府這幾年來完成了一個 三條所謂的國家綠道 也是示範性的步道 那第一條是淡南百年三境 他從大稻城翻過雪山山脈 一路到了宜蘭平原 進到宜蘭市的趙印宮 他見證了整個東北台灣 三四百年來的這個開發的歷史 那第二條是張智西路 他從龍潭山坑址的這個渡口開始 翻譯過關西 從新竹一直到苗栗 從左蘭翻譯過大安溪 從白布帆 接川瓦永縣 進到東式客家文化園區 這條路同時把張老跟茶 帶向把台灣帶向全世界三大洋 五大洲跟七十幾個港口 七十幾港口 那去年 前年前年 在千里步道的領行之下 台灣組了一個將近三十個人的團 我們到了濟州 參加剛剛徐理事長講的這個步道大會 然後也促成了隔一個月 張智西路跟濟州偶來 變成一個國際的友誼步道 那第三條是山海郡國家旅道 它是去年才剛完成的 它的另外 它的海端是台江國家公園 山上是玉山國家公園 因此也就是說 從沿水溪跟嘉南大郡南幹線 那個出海口四橋大橋那邊 從海拔林一路經過內海之路 大郡之路 盛山之路 還有一個原鄉之路 到了盛山之路 3952東北亞的最高峰 這個是這三條主要的國家律道 那當然因為它的長度的問題 它會跨越很多 包含地方政府 以及在這個 長律旅步道裡面的各個不同的 這些單位 例如以 淡南百年山境來說 它會跨越了北北基宜 那這裡面當然還包含了 羅東領館處 東北角濟 伊朗海岸國家公園 風景區 北水局等等 那張之西路也是一樣 除了四個縣市政府 那當然還有水保局 包含新竹領館處等等 那剛好都是副局長 在羅東領館處 跟新竹領館處的時候 一起合作的這個部分 三海峻國家律道 在這個部分牽涉到更多 不管是中央部會的 不管是地方政府的等等 因此接下來我就用 在以三海峻為例 來跟大家說明 在整個部會協調裡面 其實除了跨縣市政府以外 另外來說的話 其實在各個中央跟地方單位 它還是會有一個所謂的 協作的合作的平台跟機制 那在這個機制裡面 我們探討了很多未來 需要共同推動的 跟經營理念的東西 那同時在這個細部設計 民眾參與跟維護管理裡面 其實大概就跟 剛剛徐理事長講的 我們陸陸續續後續 所要進行的 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這樣的一個工作 左手邊的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我們involved進來 這麼多的不同的單位 那不管是在中央 不管是在地方 或者甚至於公車業者 遊艇業者 還有社區裡面的參與 那當然有些 我只是大概帶了一個而已 那這裡面 大概要討論很多事情 包含收賄的問題 接駁的問題 步道整件跟軟體的規劃等等 如果我們再換另外一個來談 在規劃的階段 那大概就是108年到109年 我們在做的這些事情 可能要探討 剛剛大家也談到了這個 公私有土地全属的問題 那將來怎麼種樹 以及將來經會申請的補助 多元運聚的銜接等等 以及後續如果要推廣 甚至於包含很多的規劃跟設計 我們所要參與的 在這個部分 今年開始 我們慢慢來要進入到 所謂的實質的建設階段 那這個建設階段 就要開始落實到 比較務實的面 包含 排制系統的識別設計 包含 山村社區的一個輔導 包含剛剛所談到了 其實教育訓練 志工的解說培訓 其實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這裡面 我們必須學調很多的 所謂的公共運輸的部分 這裡面包含公車的班次 P-bike的班次 還有曾文西 遊艇碼頭 遊艇遊船的這個部分 另外再來就是 很多的行銷推廣等等 那這個裡面 公 施 中間 去必須也包含了 很多的專業設計者 在這個裡面 所以在前次的這個概念裡面 我們把所有的單位列的出來 把我們後面實質 要做的設計等等 把它納進來 大概會有這麼多 需要大家來共同合作 跟協力的部分 那這裡面 就會慢慢的加入 更多的專業設計者 在這個裡面 在這個裡面 好 好不容易 這幾個單位 終於在上個禮拜 4月24 25 26 我們花了三天的時間 從山走到海 這個是在周峰館 大家留下的畫面 這個是在285市 林子山 大概是我們聖山之路 除了玉山以外的最高點 一路的往山下走 那當然剛好 25號的當天 副總統跟駐外使節 也一起加入我們在這個 山海郡上面的團隊 一起走 大家可以走得很遠 而且一起走 大家才可以提認 為什麼 山海郡 國家綠道 要推展下來 然後各個單位 在這個裡面 所扮演的角色 那當然 專業設計者 一直是在後面 擔任一個潤滑的角色 後續我們陸陸續續 會再推展幾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 山海郡的這個品牌的建立 那他當然必須透過產品 跟行銷在推展 另外來說 我們要必須要進行的是 一個環境教育的這個部分 所謂包含的推廣 包含的這種培訓 這個培訓 不管是志工的培訓 當然還有很多是民眾教育 要去推展 那另外一方面 我們當然也希望能夠 對於產業跟地方社區 結合的這些經濟 去做所謂的地方發展 以及所謂的 現在講的這種地方創生 的這個概念在裡面 那最後當然我們希望 在經濟永續 跟整個山海郡品牌圈的精神 能夠把它再做推動 那這個推動的策略裡面 其實包含很多後續 我們陸陸續要做的 所以我經常跟我們 平台夥伴單位說 我們規劃完了 不是這個計劃才完 其實規劃完 才是這個計劃 開始要走的內涵 那這裡面要走的 其實也包含了 工部門這邊 持續要推展 特別是有關於這種 國際交流的這個部分 另外在品牌 商品設計的部分 我們陸陸續續會推出 幾多識別的商品 那這個是現在是 山海郡的山葬 這個是特殊商品 所以林務局用台灣山 這樣的一個材質去做 另外當然跟地方培訓 教育等等的這個部分 那就必須要更多的解說人 來去把山海郡國家 綠道的這個內涵跟內容 包含它四個主題 完全不一樣的這個部分 必須跟民眾來做 必要的一個先導 因此過去從工部門 跟我不叫師 就是社會的資源裡面 在專業者的角色 含進來以後 它變成一個很穩定的 一個三角的發展 那這裡面我們必須 又再回到 談到一個手作步道的概念裡面 我們一直在談的手作步道 談論融入自然跟 景觀美學的共存 那這裡面我們做了幾個部分 包含大南百年山境裡面 剛剛理事長有講的 工部門總是希望快 可是師部門總是希望慢 在崩山坑裡面 新北市政府希望 從一年兩年甚至於三年 可以把這條古道 從無到有修整起來 而且是用所作步道的 這種概念的方式 去做的這個部分 另外 台北市的 雙溝溪大眾走的手作步道 一樣的手作過去以後 無痕 然後民眾走過去 就是在一個 自然的環境裡面走 那當然也包含 張智西路 三條國家綠道裡面 那我們都希望用 最小的干擾程度 去保留最大的一個自然度 為什麼要談它 手作步道不是就力取材 用自然的材料 就是手作步道 當手作步道 你抽離了 這樣一個專業者的角色 這裡面的專業者 就是受過訓練的步道師們 領導之下 你就會發覺 這是手作步道 這是手作步道 抽離的專業者的角色 你會發覺 那是一個相當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此 難得局長跟副局長同框 在舊之澤做手作步道 那最後我想我們就用 顧道的作者 Robert McFarland他講的 他說 但人類在步道上 踩出一道足以落腳的地方 融入不對抗 這是和大地的默契 是最親密也是最失意的關係 我想今天你如果聽了劉老師講的話 我想這個可以去很印證 那當我們走在這條步道上 其實就是在通向眼方 回訪歷史跟踏看內心 一種自我精神的探訪之旅 最後我們問一問 我們與步道的距離 到底有多遠 那就看你對環境的態度 以上大概就是我的分享 謝謝 謝謝佳智老師 就是設計作為一個把想法 然後透過物質的方式把它展現出來的一個專頁 大概他本身就需要很多 他就擔負著很多協調的功能 把很多的問題轉化成解決的方案這樣子 所以我們再一次謝謝佳智老師 那接下來就由茂城來跟各位分享 上海郡的這個經驗 那過兩天我們就 應該沒有過兩天 應該後天而已吧 就要騎腳踏車到烏山投水庫 向八天與一致敬 那這樣的 但是這樣的一個民間的致敬活動 已經也做了十多年了 政府部門通常都是在五 五月的第二個禮拜天辦正式的灌亂活動 但是我們明天就選擇第一個禮拜天 因為我們第二禮拜天要回家幫媽媽 過母親節 所以呢 那這個山海郡的這個事情 現在慢慢看到有一些果實開始長出來了 我相信那個茂城老師的心情應該比較不一樣 好 那我們現在讓他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謝謝陳老師 這個樓下有三種意義 這條路是在第一次 我們在第七文書和公報文 擔任割車這時候 所做的一件很重要的割車 其實那時候是一個夢 我常常會跟一些朋友介紹一些夢 讓他們聽 他們也都會笑 但是人本來就是要把夢變得真了 了解嗎 所以今天說公司活力這個事情 就是我們回來過鄉的一個夢 我們做一個國民不是交水和尊重 我們要去宿航 我們住的地方好不好 這個事情你們比我比較清楚 因為我們來自台灣沒有一群的土地 台灣沒有一群的土地是應該說用放棄的 不應該 我們自己放棄 你不要再說什麼了 所以我們怎麼看 製造的那個故事有沒有 我看到在座 我聽到柯翔老師和徐女士 我們可能有一個共同的背景 都是來自媒體感作者 回到高雄之後 我們看到高雄沒那麼好 我們要改變 所以我推薦這個力度 這個 恭喜草根倡議 其實是這個上 它就是我收穫高雄的這個夢 這個夢 當初就是我跟我的祖父子 那時候四月二年 我來說 我們以前一條水準 水準 我們叫做大樓高 也叫做高雄大準 很清晰 那是我 離開高雄這時候 就是這樣 那也是我們在地人 做溫 做紅 要用的水 但是我回來之後 我們祖父子做死 那一條準的 超高雄 實際上蓋起來就好 也沒有笑 所以我就是說 要跟孩子說這個故事 要怎麼說 說的就不可能了 簡單說就是 我沒辦法把我的童年 我們很悲哀 身為人物之後 沒辦法把自己的美好的童年 給自己的女兒 大家了解這個意思嗎 如果我們當代人 沒辦法把美好的現在 留給以後的人 那請問我們努力了什麼 那一切努力可能是假的 各位 以為是發展 可是那是假的 因為我們沒辦法把美好的 傳遞給孩子 所以沒辦法改變 就是要改變 開始溯源 帶孩子來走 所以曾老師說 今年第15屆 從台江到武山頭 就這樣走走走走 所以一開始 並不是在推國家綠道 不是 打到沒那麼大 什麼國家綠道 打到頭前那塊 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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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人要關心 照理說這個事情 應該不是我們來關心 我們有政府 對不對 我們有各個黨員 應該來關心 結果發生什麼 沒有 開了就知道 他說過來十多個 但是沒有這個 這是應該他打起來的事情 那什麼打 我們就自己打 就是這樣開始 所以非常感謝 那時候 今天2016年 曾谷德博士 2018年還來 那一時 先任行政院秘書長 李孟彥 一時是 我記得當時候 他一開始是水利局長 或者擔任台南市的市長 那一時 曾居正老師 這個前後的關係 我忘記了 也不是久 但是機質太差了 曾老師那時候 擔任副市長 還有陳美玲 以前的國外會主委 他那時候擔任秘書長 這些人我都非常感謝 還有剛剛談到賴副總統 他當時候 2001年擔任市長 很多事情 都是在公部門 有些決策者 他認同這個價值 做出的關鍵的決策 但是民間要去倡議 民間要去倡議 才能夠把在地的問題 在地的夢想 讓公部門知道 這是一個良性的巡管 所以我們每個人 不要放棄 所謂公私協力 其實它不是一個什麼 自私規則 就來自於愛 你愛故鄉沒有 有愛土地沒有 如果愛 你就想說要怎麼 故鄉比較好 就是這樣 人家吃頭肉吃頭肉 但是你有的時間 就一定要愛這個土地 不是用說的 用做的 就是用 種樹主導 這條鑽有沒有 種樹主導 很簡單 不用花大錢 整治河川污染 然後讓家鄉更美好 這就是所做的努力 那這個努力 我們在做的時候 人家在做種植毒的困難 所以我跟你說 會錯著不會有 我們看著說 這個巡理師也是這樣 我們為什麼克服困難 就是要有信用 我們白天是在地工作 在地工作 我的高雄地是海外 台南來海 台灣可以說 像中的一個歷史來海 我在那裡出事大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們住在那種 很有歷史文化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個地方 說給大家聽 到這時候也一樣 可能我們很多台南市的 市來人 那是說外面的人 當然我們安南區是什麼 超級的地方 各位 超級的地方 所以 意思是說 做歷史文化 並不是我初學的時候 是我回到他 高雄補修學院 才發現到的 原來我們是住在 那裡最有歷史的內海 所以要把歷史文化 還拿回來 很重要 所以你有信用 就是我們工作 保盡附身 保護環境 保護生命的這個精神 保身大地 台北科女士要請好 我們政生 那是我們阿嬤教的 說阿嬤先生 你來工作 拜拜一下 帶著講 所以這個精神很重要 我們人在做會失敗 但是我們在做我們的黑丸 所以我這條路 我叫做異形者 八大一腳保護就是黑丸一樣 酒醬就對了 你知道嗎 我們人要有這種精神 我們用我們的路 去把破碎的紅河 用我們的走的 我們沒有 把那些失去的 沒有走回來 這是很重要 所以什麼順利 它其實是一條異形者的概念 所以我們就開始提供這些工作 那麼這些工作 不是說一直每天在那裡 這樣好氣氛 很氣氛 其實為什麼要學習 所以我們剛才我們的小朋友 這位走在那裡 這個土地上頭去學習 去留意學習 去留意學習 在留意學習 我們大人走到頭前 要不要叫小朋友走 像我們等一下在看電視 說你去找找找找找找 那不可以這樣 所以社區大學推動 一個公民的參與行動就是 大家就要學習 所以我們就帶孩子 開始去學習 他學習不是走路 他們還做專題報告 沿路從2017年 從玉山走回來 他們還做專題報告 當時是組長 那時候是記證 因為都會聽過 原來要把他一個 他所知道的世界 用他自己的語言 用他自己的經驗 再度把它轉化出來 讓我們看見孩子看到了未來 所以有些東西 我們也是來自孩子那邊 所告訴我們的 我們再來推動的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這邊有幾個概念 就是我們會人起來很重要 這條三個主題就是這個 水與力共生生產生活生態 三生的這樣的文化廊道 我經常跟孩子說 我們從台江可以看到山 我以前小時候就看過山 但是我不知道是什麼山 後來我們有一些軟體了 可以看到那些山峰 我才知道 我在台江看到的是玉山 後來我們又在孩子這樣走路 我們就在台江的水田上面 台江的水田上面 看見玉山的導引 那是我才知道玉山這麼偉大 我們在台江看日出 不用跑到山上去看日出 所以這都是從土地學習 重新去發現的 那這樣的一個廊道 我們要把它建構出來 那透過國家綠道去把保育圈 文化 地景 物種等等 都把它串聯起來 那這個它主要特色是由 潮溝 客准 水岸提防 道路綠帶 沽坡 山清構成 這些講的就是從生活到生態 這個過程 我們今天都說是步道 雖然林務局是管是步道 但是長得準結德更加重視的是 我們有一些是產業道路 它以前可能是在地的百年古境 但是因為現代發電路要放阿西下去 放保育下去 那我們怎麼去建構把它 恢復它原來的那種文化的基礎 再來很重要是人型的空間要出來 那這個部分可能不是林務局 是涉及到交通部的問題 所以這些問題都還是ING 都是需要大家去串聯 我剛才看荷香老師在放一條保育路 對啊 不是說走進水岸走20公里 我們就要從你家我家門口 就是玉山登山口 天天看 天天看 我講這不是夢 你可以從你家走 我沒有被你 你不用等到還要到台江來走 你家就是玉山的起點 拆下去人家都問說 你玩不玩 你就要走就對了 然後再來就是 柯香老師講的 不是一直走路 該搭車搭車 該坐船坐船 該騎單車騎單車 前天80歲來自北投的一個趙先生 跟他說 以80歲的生日要去登玉山 第八次登玉山 80歲的生日 我聽到感動 還相約90歲再走一次 我現在都很壓力 我來運動 到時候 會對面的人 所以80歲的阿伯都這樣說 各位 你們聽到這段 這段演講 今天就結束了 各位你們就要 截肅 一定要走一次什麼 什麼 真的 那就要走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理念 所以我們希望以後 能夠像這樣子 我每天在辦台江青春拜訓 這是跟台江國家公園合作的 就是繞 就像剛剛記者講的 他們有一個步道大會 我們有這個走路大會 我們有騎單車 我們騎單車是到霧山頭 我們抵台江繞是走路23k 另外一個更大的挑戰版就是 從黃昏走到黎明的 台江青春夜行 那個一般人沒辦法參加 都是我們在地的孩子參加 晚上就是從11點睡到4點起床 在台江看玉山日出 再走一道海靈國小 這都是在地的一個整個的節慶 那大家看這張照片 這個是特戶爺的這個照片 特戶爺的 這一條就是在台江的這個 海靈國小前面 珍古的前面的那條綠道 你看兩個看起來那種質感 就很緊 就是說只要種出一個綠色隧道 跟你講 我們的整個生活會不一樣 上海軍最主要意思是從生活開始 那因為從生活開始 所以我們才可以把怎樣 人間到天上 各位 這條就是對海到3952 就是天上人間之路 你如果要體驗一下 台灣的真正的整體系 就來走一次 當然你會看到不美好 你會看到美好 看到不美好之後怎麼辦 我們就是要去改變它 讓破碎的紅河 讓斷裂的結束 那怎麼破碎的紅河斷裂 絕對不是我們一直走 一定要去敲公務門 給他亂問 所以我非常感謝林副局 我都常常就是 就是自己找機會 看到 給他建議 給他建議 所以我們在從2007年 其實我剛剛看到 紀州這個故事讓我很感動 你說世界上這麼這麼偶然 我們在2006年成立小台江 2007年開始來推動 這樣的守護河川 其實現在講就是 國家綠道的最原始 就是從那時候開始 也是2007年 我們2010年縣市合併 才有機會 這個綠道的概念 成為市政府的旗艦計畫 當時就是賴副總統擔任 談論市長 2001年 然後開始來推動 所以跟紀州 其實都是一樣的 很感動 所以這件事情 要告訴大家 不要放棄做夢 我們三軍公民力量 不斷的去走 走出這樣的台灣朝鎮之路 所以這個整個歷程 如果從台江山海郡 變成台灣山海郡 就從2016年 曾古德博士來 2017年 我們 這是2017年 從玉山帶領孩子 這個是小學四年級 走回台江 當時我最擔心 是我孩子走不動 走到最後發現 是我最擔心 我自己走不動 我當時還把我兒子叫去 我跟兒子講一句話說 如果萬一 你們別人是沒辦法走回來時 你要把我保護的 就是你把孩子帶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 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生命意義 然後2020年 我們又再度 我們的畢業生 又說他 學長有走 他沒想走 所以2020年 我們又帶他們走回來 這個是很重要 所以我把這個照片放在那邊 是感謝五熊老師 曾國老師 還有林務局 還有很多公部門 我剛剛提到這些人 非常謝謝他們 然後最後有一個夢 這個夢也時間 就差不多 分享這個夢給他聽 這個夢也成真的 整個山海軍綠道 很重要的 其實是他是一個 從加南大軍開始 就是加南大軍 也就是說玉山在這邊 我們當年是 每兩年一次 會從八寶郡 開始騎單車 拜林先生廟 過濁水溪 到林內 從林內到赤桶 虎尾到北港 到土庫 順天宮 北港朝天宮 到新港 然後到嘉義 南進 一路就從加南進 北干線 騎單車回到台江 三天兩夜 228公里 這個我們倡議了十多年 希望整個 加南大軍 也能做為一個國家綠道 但是他當時候 是被列為第二梯次 在去年 行政運動中 你通過有龍田水利署 要來試做 所以將來有一個夢 這個也不是一個夢 我希望大家可以完成 就是從從台江上去到玉山走上去 然後再從玉山下東浦 然後到水裡 再從水裡到這個二水 有沒有 集集先到二水 你就可以騎單車 繞回來到台江 這個就形成了一個怎樣 完整版的台灣三海軍國家綠道 我們用綠道來保育國土保育文化 交給我們下一代子孫 這個是草根倡議很重要的精神 就是來自愛 讓我們相愛在這條綠道 這樣好不好 這樣記得 以上謝謝 好 謝謝茂城 帶給我們大家這麼樣的熱力 在推動的過程中 比如說像剛剛看到 那個激州偶來的那個經驗 看到裡面大概都還是會 要有一些創意 我不曉得剛剛各位看那個 激州偶來的經驗裡面 有沒有注意到一個 我看他後面有一個 他們推的一個事情是 走完全程者的同好會 他們400多公里 那走完的人 就組成了一個同好會 所以冒險那個 山海軍走完的同好會 現在已經開始累積十來個人了 十幾二十個人這樣 那歡迎大家 那不過我是蠻期待 我們有一個APP 能夠讓我分段的 在那裡面都累積記錄起來 這樣 最後已經拿去驗證一下說 這個我真的是分段把它做完了 這個也可以來努力看看這樣子 好 那麼接下來我們請這個 楊志明總經理 來跟我們分享這個 旅遊產業在山海郡活動的 這個協力的經驗這樣子 好來大家熱烈掌聲 大家好 我是野橋國際旅行社的總經理 我姓楊 東安建應該對我比較熟 他就叫野橋楊大 那我想到 在這個綠道在 做這個步道到我們手上 其實我們是在思考了要怎麼去把這個步道賣出去的過程 那賣出去的過程可能我們會思考的就是說 都針對國內團還是針對國外團 那個在前年之前 其實我們說實話 我們也沒有時間說 我們要針對國內去賣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我們這邊真的要相當感謝千里步道協會 就是在去年一個7月的偶然的機會裡面 他邀請我們去 大家一起去走了 山海郡了以後 我們才發覺說 原來台灣還有一個比較特色不一樣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是需要我們去 做包裝的 那我們在跟千里步道在做一個大概五天吧 如果沒記錯的路刊以後 我回去就跟我們的辦公室同仁 因為那時候疫情非常的嚴重 我就跟他講說 那反正我們閒得沒事 我們來員工旅遊好了 然後員工就想說 要去哪裡玩啊 我們來走一下山海郡 從零走到3952 對對就大家走完了以後 就覺得說哇 這是一個非常美的地方 有沒有機會 我們要把它做成商品 嘗試的賣出去 所以我們從7月 然後開始 預計10月要開始去做一個 產品促銷的部分的時候 又剛好 可能客委會也聽到說 我們走完山海郡了 他也跟我們講說 那你既然走完山海郡要不要 也來張智西路給我們一點點建議 所以我又跟我們同仁講說 那我們再去走一下那個 張智西路的員工旅遊好不好 那各位要知道 我們在走山海郡是177公里 我們是從0到177全程都是徒步的 那張智西路呢 我們從東四的0K開始走 一直走到桃園的山坑 我們走了220公里 所以我們整個兩個月都在走路 知道嗎 所以我們在第一線 我們獲得到的東西 我們就嘗試著 要把這些東西給 推給大家說 我們到底有哪一些東西 是我們值得去包裝的 那野橋國際旅行社 我們現在是那個 目前員工6人 然後因為疫情的關係 人數慢慢在減少 但是我們一直很相信說 國家給我們的支持跟努力 包含在疫情去年 在疫情還沒開始 各位知道去年2020幾兩三賣年嗎 其實在幾兩三賣年的前半年 我們就花很多時間 去世界各地做推廣了 我們到洛杉磯去做行銷 去參加世界的旅展 本來已經把產品規劃好了 而且團量也一直都進來了 結果當開始要準備要暖身的時候 團就沒了 這是全世界各地的 大家都遇到一樣的問題 那我們在台灣的部分 我們就是希望說 那包含林務局 包含客委會 他們在規劃後 建置完這一條道路了以後 我們要用一個旅行社 一個商業的角度 我們要怎麼去看待這一條路線 我們要怎麼把它東西 做一個精緻化的包裝 那這個看過就算了 下面這是我們那個 我們是經濟日報評選海外的 全台灣的第一名 這是我們的網路行銷平台 那第一個是我們想說 這是要打造一條 決然不同的步道 那在這部分 我要先感謝這幾個單位 就是林務局 千里步道協會 臺南社大 臺江分校還有大帆 在這些我們要去獲得 第一線資訊的時候 其實它是很無私的提供給我們 我也甚至告訴我後面 要記起的旅行社 他們只要打電話來問我說 那個路線怎麼走 路線要怎麼規劃 到目前為止 我們沒有嘗試過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一個人走很慢 但是一群人走更遠更快 我們會希望說 大家用群策群力的力量 一起把台灣的美賣到全世界 那當然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針對我們的國人來賣 那我們在針對國人來賣的時候 我們會遇到哪一些問題 就是 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去分享的 所以我們在思考的時候 各位知道這是哪裡嗎 有沒有看到 西班牙朝聖之路 那這個是熊野古道 那這個咧 不知道 這一座是聖母峰 EBC EBC 這個是洛子峰 這個是阿嬤到不了 我們人在這裡 從這邊就順道走到最谷底翻過去 要一直走到五三六四的海拔基地 那我們就要把元素給提煉出來了 你今天你要賣的是生態 是文化 是人文 還是你今天賣的是冒險 那我們剛開始在推山海峻的時候 我們就私底下約一下 我們也講了一下好朋友說 你們來四周看看好了 那我們就說 山海峻 剛開始山海峻的名稱 還不是那麼響亮的時候 其實他們不知道要怎麼 這條路是什麼 那我們就跟他講 那我們換一個方式好了 我們來走0到3952 我們每個人keep it就出來了 你知道嗎 那種感覺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們來說 我們在做一個形象包裝的時候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 不管你喜好的是生態 不管你喜歡的是人文 還是說你今天你喜歡的 只是一個很單純的冒險活動 對我們來說 旅行社那個叫做產品多樣化 每一條路線我們都必須要去看 每條路線我們都必須要去兼顧 每條路線我們都要去思考 那我現在問各位一個問題就是 台灣能賣出去的東西是什麼 很多人會跟我講 395213啊 對不對 是啦是啦 就是我們基本上 旅行社很簡單 我們會把我們的客人分為 一日生活圈 跟多日生活圈 一日生活圈就是說 他飛機只要三四個小時 可以飛到台灣的 日本 韓國 馬來西亞 香港 諸如這次類 我們之前曾經說我們是亞太航運中心 那事實上是不是 不是 亞洲的航運中心在哪裡 之前在香港啦 未來不知啦 還有泰國 那對於那些三四天以上的老外 外國人 他願意飛來香港 再從香港轉機到台灣 請你告訴我他們的動機是什麼 那你就是 我們的工作就是創造動機給他們嘛 沒錯嘛 那對於一日生活圈的 比如說像韓國 我們剛剛說的紀州島 他說那個 南韓的最高峰就在紀州島嘛 沒錯 那 好 東亞最高峰是哪一座 各位知道嗎 我們玉山號稱 東 北亞最高峰 那東亞高峰 最高峰是馬來西亞的神山 好 所以我們就是要去了解說 他們賣的東西是什麼 我們可以加入什麼東西跟元素 然後告訴他們說 台灣非常非常的值得 那 我們在最近的 在最近的 其實各位 我要跟大家報告是說 我們的海外行程 現在已經逐漸啟動了 為什麼 我們現在其實逐漸已經在跟外館 因為我們是觀光局俠館的嘛 觀光局像英國倫敦 他們已經委託我們去跟他行銷這些台灣的美好了 那我們行銷的是什麼 我絕對不會挑玉山 為什麼 因為3952的玉山對我們來說是美景 不是奇景 如果說他要看玉山這個景 在歐洲的阿爾卑斯山非常非常的多 在美國更多 但是為什麼他情願花這個幾十萬塊的機票錢 或者是十幾天的假飛來台灣呢 這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所以我們在設計發想的時候 我們就告訴說 那這段沙海峻從這整條路 這四個重要的主軸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推給什麼 我們從淹水溪出海口的時候 當然現在是針對國內的我們的夥伴去賣 我們會跟他講說 這一段在那個台江內海的那個故事 走到烏山頭水峻的時候 我們會跟他講八田羽衣的故事 八田羽衣這條水峻是怎麼來的 還有當初他有哪一些特色 那各位如果有機會去走東西口的話 不好意思 各位如果有機會去走東西口的話 你們更要知道 在東口那個地方有一顆八田羽衣守直的九重隔 這個很少人知道 但是你去到那邊的時候 當你走完八寶大俊之路的時候 就會覺得特別特別的感動 知道嗎 所以 我們從烏山頭水峻走到真文的時候 到這邊有一個叫大埔 我們到大埔的時候 我們就會去跟我們的團員去分享 我們還有多 那個我們有 這個部落以前是怎麼 從這個地方慢慢 整個遷徙到我們現在的地方來的 那現在剛剛大家知道缺水嘛 缺水的原因是什麼 為什麼真文西從 那個整個阿里山或玉山發源出來 一直整路貫穿我們的三海軍的時候 我們可以告訴其他人這段是什麼故事 然後周族的什麼叫做麻雅史比周族戰記 什麼是周族的文化 我要跟大家講 我帶外國團帶那麼多來過台灣 我們常常就是像之前 2020幾年三百年的時候 我們去形象我們的玉山 形象在我們的家民父親 那些記者 國際記者回去寫文章 結果他們拍的最多的是什麼 知道嗎 上封面的是什麼 知道嗎 台灣的南島語族 所以 這才是我們應該要去push的地方 就是我們能夠致力於全世界 而且能夠讓他們覺得是特色的東西 才是我們要賣的 而不是你去賣他們有的東西 了解嗎 所以我們開始規劃藍圖就是 我們把人文跟地景做一個元素結合 從山到海 台灣生活跟人文文化意象 這一條是承載了台灣的歷史文化 山海大郡 然後自然文化族群特色 進而串聯的國家級步道 還包含了自然生態 就是我們從0到3952 你所有看到的生物跟植物的變遷 這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執行理念 這個是 茂城老師跟我說的 我們就是從家裡出發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玉山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條國家步道 每個人心中都會有一條冒險之路 只是以前在國外 那以前在國外 你現在為什麼不趁這個時間回來台灣 好好的去允就以台灣必須告訴你的故事 連戰在聯合同史裡面說的 他說 如為台灣人不可不知台灣事 在聯合講的 那你們有做到這一點嗎 OK 所以多元的設計跟冒冒裡面 結合步道 提案道路 水郡農路 多元的載區 就是你可以跟我們一樣走一個0到3952純粹徒步11天的山海郡 也可以搭車3天的山海郡 你可以在很短暫的時間去享受它的美好 也可以慢慢的放空自己 當你的靈魂越來越累 那你的心理就會越來越清晰 了解嗎 好 那接下來我們的工作其實就是很像 我們盡力的去打一條不同的步道 你們可能覺得說步道只有用走了 步道部分可以用坐車 但是對我們來說 這個是剛剛茂城老師說的 80歲的長者 他現在正走在往山海郡的路上 他這一輩子告訴他自己 他要從0走到3952 而且要走到玉山 所以他現在正在挑戰 我們大家給他鼓掌 另外一個 在5月2號 就是5月3號的凌晨 我們要帶著兩個野跑的弟兄 從0跑到3952 各位預測要多久時間 我們用走了11天啊 你們預計多少時間 野跑喔 36小時 對 好 所以 5月3號我們會出發 請給我們鼓勵 那我只是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的立場其實就是很簡單 我們希望步道是很多元的 誰都喜歡來 誰都願意來 你喜歡冒險 喜歡挑戰 喜歡生態 喜歡人文 甚至你想要聽這段故事的 都來 因為這是我們希望 我們帶來給你們的 所以 創意發想 山海群 有哪一些可以農作台灣歷史 從這個時間 將台灣歷史做縮影 有哪一條路在水路工程 豐富以後 可以 切莫叫豐富生命 化為漁米之鄉 有哪一條路 穿海 山海 丘陵 平原 高度地面不同 帶來豐富的自然資源 述說遠古植物遷徙的故事 台灣特有種 在台灣有哪一個地方 是族群文化的包容 包含了台江西拉雅 州族的三大文化族群 當然我覺得還有布農 OK 用步伐 計算的每一段 征戰的時機 用雙腳串連內海 水郡 原鄉 到最後的深山之路 不可思議的旅程 接下來給我一分鐘的時間 因為 身為一個旅行社 我們要做一個困難點 就是說 我們在 加南大郡遇到了 就是我們在 鎮文水庫遇到的時候 是AV線是不連續的 就是 因為鎮文水庫 它有骨水期 像今年船就沒辦法開 那船沒有開 我們走山海郡的 到那邊等於是斷點 所以這個要做修正 麻煩 十一配型 這我就不講了 那最重要的是 我們把我們的節點 再思考個兩三年以後 我要抱歉那個 我們這邊領務局的長官 就是幫我們多思考 這時候的外國人進來的時候 我們這些的項量 我們這些導覽人員 我們這些預言能力 能不能把這些人引導進來 我覺得這是 國家綠道 山海郡 或者是我們後面的 張之西路 大海古道 可不可以國際化 最主要的一個原因 十一住行配話 我倒覺得那個是 每個人喜好不同 那公部門資源的整合 我要跟大家講 所有預管 所有山海郡 目前我遇到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 要提三次就是說 玉山申請 那如果說 假設說以後 你只要從 因為接下來會發護照 從林蓋到塔塔家 那預管處就可以 讓你每天有十個名額開放 你可以直接上去的話 那我相信對這條綠道 對國人的申請 會特別的容易 那大家會更想要去努力去積極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總經理跟我們分享 各位看到就是說 這樣子的一個 原本只是一個發想 然後慢慢的推動 現在又跟產業結合 那它也成為一個 大家真實可以去參與 然後投到裡面去的一個事情 那事實上 這177公里 剛剛講到有族群的部分 有生態的豐富性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點 如果走的時候 稍微想一下這個 它也會穿越了台灣的 產業發展的歷史 因為它經過南科 就是最先端的高科技 然後農業 然後其實還有一部分 經過那些 那個違章工廠 就是台南市周邊的 這些違章工廠區 那也就是說 從台灣從農業 然後慢慢工業化 然後到現在最先端的科技業 事實上也都在那條路線上面 可以去理解到這樣子 好 我們再次謝謝總經理 好 那我們剩下一點點時間 好 那我們就請 留步好了 那就是前幾位 那個那個演講者 都一起上來 那我們大家只剩下大概 大概 我們大概有十分鐘時間 來讓現場 各位對於他們 上位剛剛所分享的經驗 有沒有些什麼 要進一步提出疑問 讓他們可以再說明的部分 來 有沒有 不管是說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經驗 那觸發了你 有些什麼樣好的想法 那怎麼樣我們能夠讓 這個公司協力的部分 能夠再好好的 要把它發動起來 這樣子 有沒有 好 來 麥克風提一下 我想請問就是說 現在的比如說 以山海郡來講的話 如果是我們個人要過去 走這條路 因為我現在自己在規劃 那自己也在試走 那就是說有沒有足夠的資訊 我們現在就是說 比如說公里數 哪個地方是有什麼樣的休憩點 有什麼水 水資源的 像這樣的資料可不可以提供 不然我們現在 其實像我自己的話 就變成說自己在Google 每一個點自己去計算 自己去規劃這個東西 其實要花蠻多的時間的 對 那我想請問就是說 不管是在台江分校的那個 那個無限 或者是那個 whatever 誰可以提供一些資訊 謝謝 那我們收集兩三個問題 然後再一起回應一下 這樣好了 好不好 好我們還有哪一位 來這邊 麥克風遞一下 這邊 我的想法就是說 除了山海郡這條現在主要的 已經成型的即將大方光芒的這個路線之外 那怎麼樣去思考說 在全台各地 就是說 其他的 三個國家步道 在其他的地方性的步道 就是說怎麼樣能夠做到一個百發齊放 然後有什麼樣的就是說 路徑 或是有什麼樣的一個可能的 去倡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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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還有沒有一個問題 後面 後面的朋友 後面 左邊這邊 可不可以講一下 大家聽得到 我曾經在奇美博物館的地方的時候 忽然之間看到有山海郡這個訊息 我就忍不住想起 所以我在台南住了一個晚上 隔天從台南去到 那一個 鄭文水庫 不是不是 對鄭文水庫 OK 不是那個烏山頭水庫 OK 那 這邊起的一個情況 這個情況 我其實原本的話是想要徒步 徒步 可是沿途走過的 騎過的一個情況的話 會有一個感覺 就是說 住宿是一個問題 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謝謝 好 那我們就先 先初步針對這三個問題來回應一下 那 有些部分我想 大家個別都可以 像剛剛他提到說 他們個人怎麼去的部分 那不然總經理先好了 好 那我想 裡面大概第一個問題 我比較專業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電話直接打我們公司的電話就好了 對 好 因為我要跟大家報告 旅行社其實障礙立場 我們的 對山海郡 對所有國家步道一樣 就是我們也是一個爬山的人 你只要啃電話來 或者是私下問 我們都會跟你回得非常詳細 而且我們會告訴你 因為我們一直在走 一直在走 就是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們現在還有兩團正在山海郡路上 好 那我們獲得都是第一手的路況或消息 所以說如果你真的有疑問 其實最對的大家直接打電話來問 那如果說你對於你那個GPS檔 或者是你那些 你沒有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也可以提供給你沒有關係 我們也希望說 上海郡未來不只是一條團體能夠走的路 他也是一個背包客的國際路線 不知道這樣有沒有回答到你的問題 好 那佳智老師 待會兒你看他 我先說 第一 如同這個 楊大在說的 就是大家有興趣有沒有 歡迎 因為 我們社區大學 臺疆問一下就是在海外調方宮 也就是搜尋一下海外操防空 你就卡電回來 這是每一天 15 3點半開門 那麼平常是4點開門 晚上差不多10點關門 你就隨時來都會塞進 那這邊是一個最佳的問路店 你也可以打電話2561020 保護大家 我今天也有帶地圖來 我都有帶地圖來 市場這條路 我們當時在創業時 催生時就已經考量到 他是一個通用路線 他不需要什麼太多的條件就能走 所以沿路 你們所擔心的吃 住 我跟大家說不用擔心 他沿路都有 因為我們當時就是帶著孩子一起走回來 他是親子可以走的路 那如果要具體更具體來講 就是一天大概是20公里 20公里就是不要 我們就是抓20公里來一天走 那如果你要更更細部 就是一天10公里也可以 那這是這樣 那路徑上面 現在零務局都已經在今年 大概年底之前 所有的指標會出來 屬於現在就都有 一些這些重要的路線的指標 所以我有帶一張地圖來 你們大概如果要的話可以搜取 你就按照地圖 就是可以沿路去走 絕對沒問題 不會迷路 不會迷路 再來住的地方 如果在台南市境內 台南市境內 我想你們Google 就會民宿就很清楚 比如說 假如你已經騎到了這個南柯 那南柯要住的地方選擇性很高 我們並不會說特意跟你推薦說是哪一家 因為那個就是一個非常 不是說找不到的地方 那另外一種是比較有個節點就是到 不會找 不會找 就是東口西口那個地方 因為他越過那個東口西口 那那個路徑過去是已經不見了 那後來我們在地 我們跟老師一起就把那條路又找回來了 那林務局在今年應該也會完成 所以那條 我會擔心說沒有人搶不知道怎麼走 這個問題也解決了 住的問題就是 比較傷腦筋就是可能一個是到正溫水庫再拉出來 我會一個就是在 其實附近有東山有個嶺南村 你們可以搜尋一下嶺南村 嶺南村那一邊 村長那邊應該也都可以來協助 反正那個地方你只要搜尋一下 都應該有還是有些住的地方 再來上去大埔那就不用講了 大埔一定有 茶山也不用講 那里家也是一樣 你要就那一兩家 然後特務也是一樣 大棒也是一樣 最大問題就是去玉山上東埔 這個東埔就有時候沒有 那沒有這個問題也是現在 趁這個時候跟你問題建議 真的是很考量在至中那個派出所 會去的派出所 是不是可以作為一個背包客 那種可以大家在那邊爬山 走到那邊可以作為一個背包客休息站 要不然就要回到阿里山國家 這個風景區區 這個地方是一個節點 不過還是有東埔可以去住 這個大體上我是這樣講 這樣一個介紹 那另外一個提到說 希望台灣各地都能夠有一個國家步道 這本來就是我們當時候倡議缺身的夢 就是這樣 我們一開始就是守護河川 並不是為了國家綠道這個概念 那是因為它是一種social design的概念 社會設計 是因為我們在守護河川沒有保 你知道嗎 就是說大家覺得 就大家喜歡去看美 沒有人喜歡去看臭的 所以越臭的地方越沒人管 越沒人管就越容易被犧牲掉 那被犧牲就是做其他人 人沒人等著來 所以我們才會思考說 那就用種樹來改變這種困境 種樹有一條綠色隧道 任何一條綠色隧道放在哪裡 都是一種美 因為它會讓人回到自然 所以我們期待 就是說如果我們回到種樹族道 剛才來講 就讓台灣每一個村落 都有一條環村綠道 讓阿公阿嬤 早上三點八 上坡的時候是有專用到的 每一個村落我認為它都有水 它不是像曾文溪 佐水溪這種大水 就是排水線 以西部來講排水線是非常多 可是排水線就常被視為臭水溝 所以什麼爛水什麼都排到裡面去 其實錯了 它是我們很重要 以加南大軍來講 它是水水的一部分 它是集水線跟排水線 共構成一個加南大軍 所以我們呼籲的 像水利署它有水環境計畫 或者林務局能夠協助 就讓每個村落 能夠有一條環村步道 那就可以沿山進圓溪行 就是以經緯度的概念來談 我們台灣 你當時被所有的綠道 所圍繞的一個台灣的國家 所以讓我們一起為國家來走路 我一開始是為我的家鄉 台江來走路 那我相信每個人都可以從你的家鄉出發 最後抵達了 就是台灣 就是我們這個國家 這是我的答案 謝謝 我綜合補充一下 如果大家需要山海郡的資訊 第一個是三尼遊遊網上面 現在山海郡所有的資訊都在上面 不管是四個主題 四個主題會經過的路線 會經過的村莊 以及哪裡可以有住宿 但是我們只標示住宿 不會指出是要住哪一家 哪裡有公共運輸系統 哪裡有iCenter等等的這些資訊 包含社區的這些聯絡方式等等 這個只要上山海郡國家綠道就可以 山海郡國家綠道的那個網站裡面 就會有 那再來就是還是要跟大家宣導一下 做好事前的準備 衡量你自己的體能跟技能 選擇你想要體驗的步道 如果你不習慣用GPS或是APP去走這條路 那網路上搜尋 因為目前的全程行者 在除了洋大專業旅行者的帶領之下 其實有一個人走了11天完成了這個部分 那個人他自己期許一天只能夠花1000塊的 這樣的發揮去走完這11天 那他的做法是他事前全部study過了以後 哪一個地方雖然一天只有三班或四班的公車 他可以搭公車 哪一個地方有香客大樓 哪一個地方有教會可以借助一個晚上500塊600塊 到了大埔完全沒有住宿地方 當然有度假村但是超過他的金額 因此他在他出發前把他的帳篷跟食宿的東西寄到大埔的7 他去大埔7領好了以後 當天用露營的結束以後 他把他五天六天前的這些髒衣服一起再寄回去 這個是國外長距離步道常在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要體驗國內的這種長距離步道 可能你就再多花一點心思去體驗這個部分 另外還有一位還有四位女孩子是走完 三海峻跟張之西路的這個部分 那在網站上你可以參考他們怎麼樣去走這些步道 那吃的住的只要你不想追求這種大魚大肉 其實有很多地方可以去走 好 三海峻其實對我來說還有一個秘密行程 提供給大家 就是在培照大丘園 布阿寮跟華娜娜 也就是在烏山頭水庫周邊的這個區域裡面 他有一個希拉雅被封存在五六十年代的那個村莊 那個村莊你可以再多花兩天去待在那個地方 但是一般人大概都不太會知道 那裡還有角頭 三角頭每一年有固定的這種 廟會的這種遶境活動也很吸引人 這個大概是對國際旅客會相當吸引的 而不是單純的就是走步道 簡單的分享 好 謝謝 那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大概就不得不結束 好 來 處長 他可能要跟我們補充一些好的資訊這樣子吧 不好意思 跟各位插播真的是補充 就是剛剛三位老師所說的 就是路線的資訊現在已經在網路上 那如果需要就是相關的一些資料 其實如果你現在就迫不及待你可以參加野橋的團 那如果你想要像茂城老師一樣就是有這個 給自己一個好像人生的一個目標 或者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一個夢 像剛剛佳智老師說的 有很多創意 那我是建議說各位可以從現在開始收集資訊 找到這一條路線上面的很多故事 那林務局也持續在努力 我們希望在今年的11月 沿線的這些檢疫的指標 還有相關的這些資訊 包括一些就是有宜的一些商店 都能夠明確 那讓大家在路線上面的 食跟住跟行都能夠盡量的都更清楚 然後這個一路上面都能夠更安全 但是路線上面的趣味需要大家自己更多的收集 跟更創意的尋找 那我以上補充 謝謝 好 謝謝組長補充 那從韓國的經驗再連結到現在再看這個張海峻這邊 各位應該可以體會到就是說 在前面經過一段比較漫長的倡議階段 然後當政府不滿 那或者有一些民間的朋友也已經比較認識到那個價值的時候 會有一段有點大爆發的時間 好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去注意的 就是說現在這樣宣傳了之後 可能就會更多人 那我看茂城你大概在那個廟口接不完的人 你們那個或者曹皇宮回去要不要討論一下 你們要不要開始起見那個香客大樓 提供一個很不一樣的住宿的小店 好 我意思是說真的有可能就會很多人 但是那個大爆發 又會讓大家覺得我們很多事情又沒有準備好 設施啦 數量 像剛剛許理師講說公測啦 一些東西又不夠好 所以這次又會讓大家要比較短的時間去應付那些東西 又必須要去整備它這樣 那但是我們希望整個事情是一個比較永續發展的 所以也老實講也不希望說 山海峻然後突然媒體報導說它又成為一時的蛋塔現象 一大堆人都擠到這邊來 然後甚至逼著那個玉山的那個 真的要每天上出20張入山券 那這個太快了 我覺得也不是我們需要的 我覺得今天推動步道這個事情呢 我們要用走路的速度來行錯一個步道的心情 然後用這樣的東西來推動我們想要做的事情這樣 因為確實我們這個時代太多事情都太快了 太快了很多時候是事情是做不好的 也沒辦法把美好的東西留給下一代 所以我想我們在推這個事情的過程中 雖然政府部門已經有些回應 但是老實講有些東西我們還蠻擔心的 太快的要一年兩年就做好什麼 那個東西都會埋下一些不好的音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高興他們三位跟各位分享 還有那個許女士也帶來韓國經驗 那希望大家的夢想隨著更多人的關心 然後也更多的這樣一個倡議 觀念慢慢改變了 那我相信有些事情就會慢慢地實現 那跟走路有關的一句話是這樣 路不怕遠 方向對了就會走得到 好 所以要慢慢走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再次謝謝曾經正老師 李家智老師 吳茂城執行長 還有我們的楊大楊總經理 還有剛才翁立新組長的補充 再次掌聲謝謝各位 謝謝 好 我們第一個場次有關公司協力 合作的內容我們上午就到這裡結束 我想每一條步到它最後豐富的成果展現 其實是公司部門以外 還有我們全民共創的一個結果 我們期待下午的兩場 我們一起來討論經營管理 還有行銷推廣的層面 接下來最重要的是各位的午餐時間 在這邊有幾件事情提醒大家 呃 在這邊有幾件事情提醒大家